这次宪法的修改 有利于推动新时代 全面依法治国的需要 同时也符合我们五国的国情 顺应了民意 我有两个毛病 第一 我普通话不好 第二 我要说就说这话 我不能说 因为我们都是党员 可能也不太好发表意见 对 没有关注 这还是昨天别人转给我才知道 然后就没有关注过这方面的事情 拥护中央的决定 这不好说 如果它是一个长的机制的话 它会影响你的家庭的资产配置 如果你变了 你的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角色 你的资产质配 不好说啊 这个有些可能有原因的嘛 现在原因也不太知道 到时候看吧 这个国内其实是比较敏感的 在中国谈这个问题 是其实比较敏感的 所以不好说 他每期可能不同领导人 他的那个 他的那个政治方向 或者国家战略是有所 不太一样的 所以可能那出于梦的原因 会涉及一些人气的调整 拿来实现自己的这个 国家战略方向的持续性吧 如果是一个方向是好的 他的这个意愿是好的 那是不担心的 那如果是出于梦 其他意愿呢 那就不好说了 再看看吧 看看这个休憲 然后期会有什么变化 包括马上要开场会了吗 如果所有人都是觉得 我们现在碰到的 习近平主席是一个 我们都觉得 他的领导是非常 非常精确的 或者英明的话 我是同意这个宪法的修改的 如果习近平一能保持 现在的一些 所作所为的话 或者他的延迟承诺的话 我希望他可以一起 一直的连任下去 这是一个很大胆的决定 但是这个决定 其实也很突然 就是大家对此 是有一些疑问 有一些疑惑的 部分的人可能心里不能理解 但是我想可能需要 这个党中央对此 有更多的一些权威的解读吧 究竟这样 是不是就意味着 习近平可以无限期连任 还是说 只是这个 他比较在长内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段内 时间段内 保持这个政权的稳定性 我希望这个 党中央正面的回应 这些人们的疑问 其实说实话 人们都会把这些 一系列的事件 跟以前的毛主席统治的 那段时间相比 的确我觉得 内心深处 可能会有这样一些想法 我觉得这个就是 结合国情来看吧 因为现在感觉 现在这个时代吧 我们也真是改革进入深水区嘛 感觉需要一个这种 强有力的领导吧 中国几千年来 就是这种中央集权制的嘛 还是 其实还是 整体上 五千年的历史 还是力大于弊的 我对这个事 以前就有想法 这领导吧 两年 三年就一换地方 他能 把这个 工作做好吗 他能负责任吗 要说一个领导 一直持续的 去抓这个 这个一件事 那肯定能做好了 以前毛主席时代 大家都说 没有毛主席 中国就会乱 那你觉得就是 如果没有习主席的话 中国会不会乱呢 是不是也会 哈哈 没想过 我觉得党 党现在应该 本身机制 还是一个 比较好的机制 把自己能选出好的人呢 而党内民主 应该是可以的 我觉得 不会乱 我自己 只是说 走得更好 或者走得更差 或者走得更快 跟走得更慢的区别 所以我是并不会觉得 我觉得中国都是一个孩子 就是穷养富养 都是养 都能走下去 但是就是 就是速度 或者节奏 不太一样而已 中国的领导 一直是一个 党中央的集体领导 个人的一个因素 我觉得有句话 说得很好 就无论离了谁 地球都是账上转的 就是即使说 有一天 习主席不在任 我相信 党中央 中国这个领导集体 也可以很好的运转 不会变乱 不会变乱 有没有都不会变乱 太难回答了 我觉得这个 不存在去假设这么一个事情 因为它 没发生的事情 我们谁都不好去评判 嗯 参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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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应者